好 昨天大家关注到说 美股怎么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特别是看到股神播客下的 股价竟然暴跌99% 吓得多少投资人冒冷汗 想说天哪 这是美国的一种亡国感出现了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昨天的美国股市 数十只的股票出现异常 那包含了播客下 是这样出现了一个 这样子骤降暴跌 大家想说天哪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世界大战了吗 怎么会这个股价跌成这样子 引发了一波恐慌 那结果最后是什么问题 是这个纽约政交所出现了 技术性的故障 那这虚惊一场 但是大家真的是被吓到 特别是 现在战争这么多兵凶战危 难道真的哪一场战争爆发了 造成这样子一个美股崩盘吗 那马上就有人去抄底了 这心脏很大科 他就说看到这样播客下的崩盘 赶快立刻抄底买进 但是不能抄 因为这个纽约政交所说 这是技术故障 所以取消 你这个抄底的人全部都不可以 这些交易都失效 不给你算 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 现在因为都是普遍呈现一个 川败互打 而且是美选官司战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川普他现在开通了最新的 这个TikTok账号 就在他被判刑之后 他立刻就是把这个名气 转为人气 就是到TikTok上面 开启他的这个账号 原本他以前在任的时候 他是打击TikTok的 大转弯 他现在是挺TikTok的 还有realDonaldTrump 这账号加入了TikTok 然后上传了一段 他在纽泽西州的 这个格斗 终极格斗冠军赛上面 摆的姿势 我们来看看 他来说这是一次 很好的出场对吧 果然喔 这个人气奏 就是突然的飙升 瞬间喔 那他观看次数 已经超过了5600万 而且账号的追踪人数 已经达到了360万 反观拜登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加入 结果到目前为止 他的粉丝数 有非常悬殊的差距 他只有34万粉丝 而这个川普 已经是他的十倍之多了 那再来大家就开始 在聚焦说 6月27号 川败两人 要在电视辩论会上面碰头了 他们这一次 6月17号是第一场 9月10号是第二场 分别由CNN跟ABC News 来主办 但是恐怕这个川普 是落不到好处 大家还记得之前 他们的这一场辩论 其实那时候等于是被川普碾压式的 这样子来修理 所以你看拜登其实在口条上面 也常常口误 然后空气卧 迷路 这些状况 在辩论会上面出现 恐怕又是要遭到川普的一番修理 除此之外 其实英国的民调也讲说 现在保守党的选情 恐怕也是有一点崩盘 因为根据几个民调显示出来 现在保守党恐怕会败给 他们速敌工党 甚至有可能被自由民主党 给超车 沦为国会当中的小党 也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川普 又要重回白宫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英国 那英国 其实他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很多好像就是跟川普作对的人 好像都是很快速的就被换掉 然后这个任期比生菜还要短 所以接下来恐怕英国 也是会一起被牵动到 那再来大家现在看到了 嫦娥六号变成了 这个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 那你看看 他们有这个贴出来 在这个今日头条里面 其实现在包含了第一名 还有第六名 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登月的画面 也揭穿了这个NASA局长的谎言 甚至他们还讲说 他们已经完成了首次在月被挖土 那这个为什么说是揭穿NASA的谎言呢 因为过去那个NASA的这个局长 他就讲说 这个月球有这个暗面 他们那个暗面就是黑黑的 那边美国人我们也不去那边 因为太暗了 结果后来被这个中国大陆拍回来 人家还挺明亮的 有些地方还因为没有大气层影响 还比起这个所谓的亮面更加的明亮 那结果让欧洲的一些网友 欧美的网友 他们在X上面就崩溃了 他们讲说原来我们被骗了那么久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错误的讯息 真正骗我们的就是美国自己 那还有波音他们的星际飞机 载人首航临时叫停 昨天传出来这个消息 就说只好延到礼拜三 六月五号再来试一试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 帅将军怎么看呢 这个股票里面这个机械故障造成 这个以前有过了 第二个这些政党现在都不稳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说 现在自从美国开始搞这个小院高墙以后 全世界的产业链大乱 而且通货膨胀 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普遍产生的事情 老不幸只要不满 那第一个对象就是对政党 你执政不利 那各种各样的抱怨都会出来 所以这个现象我讲 凡是执政的政党都会要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你说拜登马上辩论会 我觉得对他是很不利的 我们看拜登虽然干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人物 在这个辩论会上 他的气 也许拜登也很会讲话 也不是说不会 一个政治人物哪里说不会讲话 但是气势上输川普输很多 川普那个就好像两个五四要决斗之前 他那个强大的震慑力会比拜登强 所以辩论次数越多对拜登越不利 何况川普的官司案虽然宣判 但是没有入牢只在罚钱而已 对他的选情反而 你看他募款马上就募了很多 抖音上面的粉丝也比你多 而且你美国还要去制裁抖音 两个都在抖音上 较利 所以将来抖音是不是会被拜登干掉 还是川普还继续让他存在 不一定 那第三个就讲这个登陆月球 这个NASA号称你就是一个专家 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去过 你可以断言背面是黑的 这个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假定说美国的卫星也绕到 月球背面看一看 也许不会说这个话 今天中国大陆就把你国王的新衣脱掉了 在那边照照片你看 这个因为这个登陆小艇 不可能外带一个探照灯照自己 对不对 这个亮度 凡是玩照相机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亮度不是人工 所以我伸一个手臂出去 用华为手机照我自己 不可能吧 所以这个打脸产生一个 美国不是号称在太空科技上 是局势第一 就跟当年的这个法租街的公园 中国人与狗不准进来 当初美国的太空不让中国人进去 太空的飞行员也好 研究也好 都不让你参与 那这一下好了 现在谁在太空上领先 背面登陆是本来就比较困难 指挥掌握 Landing 通信都有问题 所以这一下就等于一巴掌户的美国脸上 你已经不再是太空里面的独霸地位 而且我们听了那么久的谎言 莫怪连欧美很多人都崩溃了 赖老师 不过现在可以因为电脑的一个故障 一下子崩跌了99% 其实这个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战争或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来 很有可能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两岸打起来 台湾的股票搞不好 就是当天就崩跌了 我们还好有10% 10%的一个 而且还有熔断的措施 停止交易 我们可以理解到 其实股市 会市 还有房市的崩跌 甚至物价开始飙涨等等 很多人在台湾叫嚣要台独 都说你来打 解放军来打 我不怕你 就在那边叫 可是说实话 如果真的一旦发生 那种悲剧就很难再回来了 我觉得就不要再悔不当初 很多事情要想清楚 要谨慎一点 川普果然是媒体人 很懂得怎么为自己来开场 所以当他要在抖音开账号的时候 他一天就可以赢得了拜登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 谈到小尔茲 也在抖音开账号 结果他拍的是他的一个公事包 然后拍了他的办公桌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样的一种广告的方法 那其实很难吸引到粉 可是川普在这种超级赛里面 他的这种方式那种气氛 很快就会吸到粉 他是懂声量的 他很懂 他就是媒体人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占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川普 从昨天反对今天赞成 不但赞成还开 而且还大获成功 而且还要一直玩下去 玩到他赢得选举 这个人的变化太大了 他哪一天 一旦当选了恶务战争 不打了 不给了 台湾这边不玩了 菲律宾这边不支持了 那一下子回到原点 然后那些跟着美国玩的人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好 来问预防委员 美国人就踹个兔子 拜登跟川普现在坦白讲 在民调里面 真的是评分求色 非常的借鉴 不相上下 有时候赢1% 有时候赢2% 其实在3%以内 这个都是 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变化的 而且最重要是要看 7月11 他们的判决 判决出来 看他是怎么判 他判决有好几种 是可以送他进坐牢的 也可以在家里软禁他 也可以罚钱而已 所以不知道 这个坦白讲 这我们不晓得 因为这个法官 他是独立审判 你不要把某些国家 那种政治对法庭 影响很大的 哪来联想美国 他们很多法官 他真的是自由医治 他自己就做了这个决定的 如果判决出来 影响为什么 目前看出来就是说 坚决要支持川普的人 他说如果他最后被定罪 你会不会影响你的看法 那些非常少 几乎没有 但是的确是有一些的人 说他会被影响 中间的选民就是所谓独立人士 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 那个影响就会比较的大 会比较的大 那只能说这次选举对川普 比较有利的一点在哪里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拜登的年纪 真是太大了 那从现在到这个竞选 还这么长个时间 你又不知道他哪一天 又会走错路 又会讲错话 动作很怪異 那会不会被人拿出来宣传 第二个就是说 还是回到所谓的 我们那个加萨走廊的问题 因为加萨走廊这个问题 美国大学生 美国年轻人 是争了很多的愤怒 尤其摇摆桌 有些摇摆桌 就像威士康顺这些 密西根这些 他们有相当的人口 是有阿拉伯伊的 或者是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 伊斯兰教背景 他可能是巴基斯坦过去的 印尼过去的 马来西亚过去的 这些人你去看 他基本上也比较同情 这个加萨走廊的人 对拜登也因此 有比较多的愤怒 这些人未必会投票给川普 但他们只要决定 不再投票给拜登 因为他们上次很可能 就投票给拜登 这次只要不投 双方的比数这样接近的时候 拜登就可能要吃败帐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我认为川普当前的机会 还是比较小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 所以您比较看好 是拜登仍旧还是上得了吗 就是差距最后是非常非常的小 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川普看起来很危险的时候 反而共和党很多批评 现在团结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川普的选情很快 一定会偷垮 参议员跟中议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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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